翻开历史的飞页 一本又一本的史书 记载着人类文化的远远流长 文明的演变 各朝各代的兴起交替 我们无缘参与 只能从历史中枝骨渐进 然而在晋江这样一个历史悠久 又充满文化记忆的老城里 我们却还能亲眼见证 自然历史的痕迹 晋江与台湾依水之隔 一脉相承 晋台关系远远流长 地缘境 血缘清 文元城 商元通 法元巡 是台湾汉族同胞 主要的祖籍地之一 也是两岸民众同源同质的缘起 更重要的是 它也是人类共同的遗产 地质时代第四季 地壳运动的活化石 一直以来 不仅全州 晋江一带 有过陈东京 福福建的传说 这一传说跟现在的 深湖湾国家地质公园 脱不了关系 晋江深湖湾国家地质公园 位于福建省 晋江市南部海边 东平台湾海峡 以海底古森林 和古牡荔礁遗迹击共生为特色 是研究中国东南沿海 乃至全球自古以来 海平面升降 立刻变动 及古气候变化的 重要据点之一 晋江深在广东的山头 福建的南米 南海的 影响最大 全球时间最多 最长 最多 这个地方也是 地震最活跃的地方 那些愚昧他说 说到陈东京的地方 都是说他们在海底 捞到了很多废墟 我就追到深湖湾 这个深湖湾就发现了 海底古森林 通过研究确实是 在东南沿海 是由地震潮成的 几时地震 潮成了海底废墟 这个故事带出了两个重点 一是地震地形的改变 一是正经上地位的起落 且不论是否福建 相较于当时 称之为东京的汴京 也就是洛阳地位提高 地形的改变 从深湖湾发现的 古森林遗迹 是可以有所考据的 晋江深湖湾 海底古森林遗迹 会于台湾海峡 西岸中段 福建近江半岛 东南端的深湖湾内 以保护7500年前的 古树庄遗迹 9000到25000年前 已交结的古墓立交 市政海岸变质沿区 老红沙分布区 和海岸沙丘等地质景观 为主要内容 保护区总面积 三十一平方公里 其中海域面积二十二平方公里 陆域面积五平方公里 深湖湾海的古森林 就是在我成龙境调查中发现的 我一看那个古森林 有的淡化了 别黑了 我就知道这个时间比较长了 我就采了一样 那我去化验 测量原来的是七千五百元 它画的就是 童物 植物 可缺空气 温度很高 氧气不容易震到植物动物里头去了 好多细犬也不容易震去了 那么在一定的程度之下 就可以起到保护这种 取样鉴定结果 这些海滨碳化的树桩 竟然是古游山木 年代至少在距今七千年以上 童年大量牡蛎化石组成的古牡蛎胶又被发现 于是这区域便被当成重要生态资源保护起来 保护区先后被靖江科协 中国科协认定为靖江市科普教育基地 全国科普教育基地 深湖湾国家地质公园所发现的海底谷森林遗迹 主要分布于距离海岸100至200公尺外 水深约2到3公尺的潮尖带 呈三片分布 已发现60余棵树桩 直立状态良好 据多方单位建订 这海底谷森林遗迹 以骡子植物游山为主 还有造甲树 桑树 南亚松等多个鼠种 经碳十四建订 最近约7500年 潮汐是引力造成的 大家都知道引力是福祉不在的 我们东西掉在地下 地球有引力 地球 太阳 月亮 他们在运动的时候 因为平时位置不一样 有点离得近 有点离得远 引力不一样 比如海水的吸引力也不一样 引力是有规律的 所以这个潮汐也是有规律的 潮汐代生态丰富 牡蛎就多养殖在潮汐代 及前海的岩礁海底 当牡蛎族群经由多个世代的生成 层层堆叠形成大面积的礁体时 便成为了牡蛎礁 与珊瑚礁具有相同的生态方式 在这里发现的古牡蛎礁 经测得其生长年代 可追溯到9000到25000年前 从形态上来看 主要以潮牡蛎 僧茂牡蛎 和静江牡蛎为主 牡蛎是一种生活在海岸地带的水生生物 它附着在坚硬的岩石 或比较硬的泥土上 不断地生长 就会形成一种礁石 在生户湾这个地方 我们发现了古牡蛎礁 就说明了 从前有一个时期 跟现在的环境状态是一样的 当时的海岸就在现在这个位置上 所以这个地方能够形成古牡蛎礁 那问题就来了 和古牡蛎礁在同一个区域 发现的古森林由山木树桩 是不能容忍海水的 而且大多分布在山地丘陵地带 海拔大约在1000到1200公尺左右 怎么会和河口生态的古牡蛎礁移基 分布在一起呢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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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